隔天晚上派波静静的尝了一些遗忘他不吃的食物 哇他吃了红萝卜还吃了肉饼还有苹果汁 哇他吃的好饱哦 这些都是他平常不肯吃的东西 他现在都肯吃了 派波说我现在已经可以接受这些我本来不吃的食物了 但是我还是只穿粉红色和紫色的衣服哦 好范范老师的故事讲完咯 谢谢大家